美国今年的选战有没有可能演变成内战? 我跟大家讲,特朗普自己现在都心虚呀。 11月5号,美国总统大选就要投票了。 大家知道最近特朗普跟美国政府提了什么要求吗? 俩要求。 第一呢,要给他总统级的安保。 第二呢,希望美军能做好准备,以便评判。 为什么? 过往200多年来,美国政治在全球一直是个典范。 美国军队是不甘与内政的,严守忠律的。 而美国甭管换了什么样的总统上来呢,政权交接相对都是比较平稳的。 但是四年前不就出事了吗? 特朗普认为他的胜利果实被民主党偷走了。 所以到今天特朗普都没认为他2020年选败了呀。 所以2021年1月6号有个国会山叛乱事件。 这就已经让全世界都看美国的哈哈笑了。 但这恐怕还只是开胃小菜。 今年的美国竞选更加的激烈。 两党之间的裂痕比以往深的多的多了。 甚至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时候,那妥妥的就是婆妇骂街呀,哪有一点点谦谦君子的形象啊。 而另一方面,特朗普现在真是有点怕了。 为什么? 咱就算算这几个月以来,特朗普遭受了多少次暗杀了。 最严重那次,那颗子弹真是插着他耳朵过去的,都流血了。 特朗普也算是福大命大,那个子弹稍微偏个几厘米,直接打中脑子,美国现在就不用大选了。 现在还有人质疑这个事是自导自演的吗? 你多精准的枪手能打出这么毫里不差的子弹呀。 所以这真的是有人要杀特朗普,而且还不是一两拨。 这一次袭击之后,最近又有多少次啊? 所以特朗普团队他也担心,要求总统级的安保。 另一方面呢,特朗普团队还有个担心,就是如果11月5号投票他赢了,他能当总统了。 美国有多少势力是不想让他卷土重来的? 咱就甭说别的吧,美国军工集团。 特朗普真是和平总统,他那四年没有发动过对外战争。 可是拜登一上台,一游说乌克兰,直接恶乌打起来了。 这几年以来,美国军工集团赚了多少钱呀? 绝对的盆满钵满啊。 而特朗普说什么? 他说他一上台,24小时之内终结俄乌战争。 我都能想到美国的军火商现在恨得是压根痒痒啊。 所以在美国有多少不同的势力,不希望特朗普上台呀。 甚至像加州,人家早就说了,特朗普上台,加州就要独立啊。 因此特朗普建议美军现在做好准备,一旦他上台有人叛乱的话,那赶快评判去。 这样的事其实也有啊。 一百多年之前,林肯刚议当选总统,南方七个州马上宣布独立啊,组成新的邦连啊。 所以美国开启了惨烈的南北战争啊。 这么多年以来,美军一直是恪守中立,不干预国内事务的。 甚至特朗普喊出这个建议之后,哈里斯反唇相击,说特朗普你是要搞独裁吗? 你是要让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动手吗? 但问题是,反过来想一想,特朗普的担忧,他不是没道理啊。 他是真的被人家暗杀,而且子弹差个几毫米,几厘米,他就死于非命了。 而且今天美国内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状态了。 所以特朗普未雨绸缪说美军做好准备,似乎也没错。 那么这场美国选战之后,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演变成内战呢? 而以后美军的主要职责,那就别到全世界耀武扬威了。 你能把国内自己的事解决好,那就很不错了呀。